很多讲义啊,从那个,其实上礼拜就发了啊,从第四页下面到后面的这个第六页第七页啊,我是收录了孙思淼的千金方里面的各种建宗汤 那这个呢,我们就不细讲,当作是给同学的一个回家的延伸阅读啊 也就是说,我们张仲锦的书啊,我们都晓得,他并没有内容丰富到可以包医所有的疾病,对不对 所以张仲锦只是给我们一个医术的基础,让我们在临床上面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治病方法 那,而有学习古方的学习者呢,我想有一些人的读书方法就是拿孙思淼的千金方来当作是一个辅助的阅读 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孙思淼的千金方,比如说我们这边一大串孙思淼的各种不同的建宗汤 他有不同的主政跟不同的药味,对不对? 那,用千金方,千金义方这类的书来学习古方的人呢 他就会去看孙思淼对于哪一类的主政,他会比较喜欢用哪一味药 对于哪一类的状况比较会用哪一味的药 然后这样子对于一味药的加减啊,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那刚好建宗汤是一个比较容得加减的方 所以后世的加减方就非常多 当然我这样子跟同学讲 其实我个人对于古方的学习呢 最近的立场是比较不一样一点 因为呢,我最近在家里面就是 在比较仔细的在教队那个敦煌辅行诀啊 想发给同学整篇的辅行诀的讲义 然后在教队的时候发现看到的东西让我觉得 十分之困惑 就是敦煌辅行诀里面的那个用药规律哦 很惊人 不是复杂的惊人,是简单的惊人 好像一群药它编个号码哦 就是一二三四五 然后如果是肝脏就用一三 如果是肺脏就用二四 如果是脾脏就用三五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玩的 就人体可以这么简单这样子乱玩一通了吗 就是让人觉得 如果,因为敦煌辅行诀的那个资料来源 等于是商中井在前面一代的版本嘛 那么我们都说 太古时代的医学到底高到什么境界 我们已经不晓得了 可能一代一代流传,一代一代流失 这个情报不断的烈化 那堕落到张仲锦的水平的时候 刚好我们今天叫他医生 那这个 那张仲锦的前一代的医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福星诀里面看到就发现说 比张仲锦的书又变得更加单纯化了 而我们在纵观中医的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中医是一代比一代复杂 像我们如果看到随便大陆出的一本什么 中医辩证学,对不对 一个治什么胃痛的话 什么就是夹尸什么夹什么 然后讲一个胃痛就是十几二十种不同的辩证方法 对不对 然后开药的话 哇,花得不得了,眼睛都乱了 但是中医变复杂以后 疗效有比较好吗?没有 变差了 所以对于我们后代学中医的人来讲 看张仲锦的方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信赖的 就觉得,我们后代觉得有那么多二十种三十种方要开 张仲锦怎么两个方就打平 怎么可能 那当我们呢 把张仲锦学习精方的时候 再去看复刑诀的时候 就觉得说 有这么简单吗? 就是那种感觉是 有没有被吓一跳的 就像后代的学医者不能相信张仲锦的方济一样 学张仲锦的人也会像我现在一样 不相信复刑诀 就是那么简单也可以运作吗? 这样的一种思考 所以可能我下堂课或者下下堂课 会跟同学把讲义发来发来聊一聊复刑角色 怎么玩那个方济结构的 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如果我们不是已经学金方的 看了方的结构就会觉得 这一定是人家乱写的 就是好像用药哪里也可以这么简单 就是胡闹一样 但是就真的有那么简单 然后临床上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我们到时候再来说 所以 所以我说我们到底学医要不要学到那么精细复杂 但现在也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举错的一个选择 不过这么多简中汤 我想同学如果有兴趣 就是如果同学发现自己的主症好像要用建中汤 可是呢 又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小建中汤症或者皇旗建中汤症 那这个孙思宝的加减法至少是给了大家一个示范 对不对 让大家晓得说 这些要加下去也可以 皇旗他加三两二两都可以 就是给同学一个用药的余裕吧 那到了这个第六页下面 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要念乐令还是月定啊 这个月令皇旗汤呢 我觉得是到今天都还在用的建中汤的谱系 比较常用的之一啦 就是说乐令皇旗汤的这个结构啊 再换几位啊 就是后宋朝的合计局方里面的十四位建中汤 那这个都是建中汤已经加到非常大铁了 那今天就用起来的感觉就是说 怎么讲呢 因为后世方啊 像补气的方从里中汤变成四君子 对不对 四君五位六君 香沙六君 森林白竹 这样子加上去 然后补血的方从四物开始嘛 对不对 这个啊 四物然后再跟四君合起来八真 然后八真再变成人参养荣十全大补之类的 也就是说后代的补气补血 它已经有一个框框了 而临床上面我们到底是用这个人参养荣汤好呢 还是用这个十四位建中汤好的 这个倒是一个临床上同学不妨去推敲或者试吃 看看的东西啊就是古方还是有古方的结构 而就是说建中汤结构跟后来跟后代的四君四物的结构其实根本上就不一样啊 就是思路跟用药的走法都不一样 而他们指向的疾病却是很类似的 所以同学不妨在这种事情上可以自己做一个尝试啊 因为两种药都是还吃不坏人的啦 那至于说最后的那个内部当归建中汤是从千金药房里面的妇人的部分拿起来的 就是说它是治疗这个生产之后人太虚肚子脚痛 那这种坐月子需要的药啊 那同学就不妨想一想 因为有的时候啊 其实生完孩子 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坐月子啊 我个人觉得的理由是 要让那些身体已经移动位置的骨骼 或者什么慢慢的回复原味啊 但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一直肚子痛 哪里一直抽着紧着 那你骨头可能会歪歪的 那没有办法完全会复原味的话 日后毛病就很多 所以像这类的东西 就是同学 姑且就是背着吧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时候知道 可以用当归建中汤 当然当归建中汤 黄旗建中汤 到后代也 有时候也是归旗建中汤 就这样用下去了啦 那这样的思考我们知道一下 而在古方的世界用当归 其实比我们今天用当归要严谨 也就是在张诺景的书里面 你会觉得当归好像 会用到比较大量的当归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 比较是急性的病 比较会用到当归 真的是慢性的补血啊 慢慢补血这件事情的话 好像也不是那么样子指向当归 一个人体质是营养不良的 或怎么样 什么贵吃龙母啦 黄旗建中啦 建中汤啦 他都没有当归的哦 所以当归在古方的世界的运用 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用的这么的多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稍微知道一下 那么 我们呢 再来继续往下面讲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下这个讲义第七页啊 这个内经难经里面提到 虚损的问题 那我们前面上古天真的 我们上堂课有讲到一些些 就是一个人啊 他一旦生活中充满压力 充满烦恼的时候啊 就会处在一个虚损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的人其实都生活上面是非常合乎 这个古时候的人说的这个状况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人的这个虚损的理由呢 几乎可以说是很难逆转 我不晓得各位同学 对于自己的内心修养有几分把握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哦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败给恐惧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为什么我们台湾那么信奉西医 其实你知道西医 进了西医院你就是听到一连串的威胁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不怎样就可能怎么样 不怎样就可能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哦不能冒险啊 我一定要听话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 虽然他所有的说法都让人觉得还蛮绝望 蛮无力的哦 他能够为我们做的也很少 可是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 但我只是举西医做例子啦 不是说西医是我们唯一的敌人 不是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 因为我今天下午也在庄子课也在聊 就是好像很多人明明这个工作他不喜欢 他不敢辞职对不对 因为他怕没钱对不对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其实对方并没有怎么善待我 可是我不敢抛弃他 为什么 因为我的女朋友说我抛弃他 他就要去死之类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是常常会败给恐惧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 我们之前讲到神经系统的阴阳 对不对 讲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的原动力 我们不姑且讲低俗一点 这个性能量这个东西 往正义的方向发展是可爱的能量嘛 对不对 往邪恶的方向发展是性感的能量 那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很崇尚性感的能量的人 这一个社会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给予性感这个东西那么高的权力呢 那是因为我们大家动神经的方法都是屈服于恐惧的神经系统 怎么讲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人 你觉得他好性感哦 当有那种感觉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性感这个东西是在释放一个善意的讯息吗 其实不是哦 性感这个东西释放的讯息是 我比你吸引人 对不对 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散发出的讯息是 我比你吸引人 我比你优秀 我比你占优势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怎么随着他起舞啊 我们遇到一个性感的人就会怎么样 说话结结巴巴 心中七上八下 好像一般人说这叫做发花痴 对不对 其实不是发花痴 而是当对方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讯息就是 对方有可能会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讨厌我 而当我们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一个习惯于被恐惧统治的人 就会觉得 就会开始在内心运作这个东西说 我要怎么做才能不被他讨厌 我们在面对一个性感的人的时候 那种手忙脚乱的样子 其实就是在挣扎 我要怎么样他才不会讨厌我 那代表我们的神经系统 是处于交感神经的状态 已经被对方的这个东西屈服了 就像今天的人会喜欢性感 喜欢变成性感的人 会受性感的人吸引 或者是讨好性感的人 这整件事情也可以说是神经系统已经向阴的那一方发展过头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往这方向发展会不会比较开心 如果我们用性的结构来讲的话 当你往阴的这边发展的神经系统 你会因为视觉而引起你的男生的话 女生不算 男生会引起射精冲动 可是射精冲动就是一个很快就结束的东西 然后你用这个部分去跟人家有肉体的接触的时候 就是草草了事的感觉 而且一个性感的人你认为他在床上会吃得饱吗 我这样讲是有点好像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就充满了嫉妒跟酸味的发言 但是呢 当你面对一个你觉得性感的对象的时候 首先你的整个作为是在被射精冲动 以男生来讲是被射精冲动所驱册 这个性活动本身就是很短路的 然后另外一点是 你在被对方的性感支配的时候 你会在床上会只想一件事 就是我要怎样才能讨好他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那种感觉其实很可悲的 就是你在床上会想说 我要怎么样触碰怎么样做 他才会觉得我是好人 那种感觉你知道 那个过程 你这个被性感所屈服的这一边紧张兮兮 那那个性感的人本身 被人家这样紧张兮兮毛手毛手的对待 会很开心吗 就两个人基本上就有一种 不亲密不平等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模式 竟然是现在这个社会所追求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旦往这边靠的时候 就很多很多这类的东西会发生 那么包括这个什么呢 就像我们等一下讲到圣奇丸要谈到糖尿病 对不对 像这个糖尿病它的基本的病激 你可以说是这个人的有点阴阳离脱的问题 而这个人为什么阳会外浮呢 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都要这样子对号入座 但是糖尿病体质这种东西呢 也可以说是有某种程度的心理体质 就像有一些俗话 俗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的完全正确 只是有这个倾向 就是男生呢 他在得糖尿病之前 往往他的心理状况 就是临旗糖尿病的时候的心理状况是什么 很好色啦 然后工作狂啦 之类之类的 女生的话呢 就是在得糖尿病之前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喜欢瞎操心啦 之类的 就是这一类的心理结构 让一个人的神经一直处在那种微微的绷紧状态 但后来他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再收纳阳气了 就是我刚刚只是随便举一点小例子 就是我想应该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状况 比如说控制力变得很强啦 或怎么样 就是那种紧绷紧绷的 就是对于周遭人的要求很高啦 之类的很多东西 那像这一类的心理活动哦 我觉得到今天就是我们的虚劳体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而这件事情呢 我是觉得啊 我过去吃补药 有吃总是有好 但是不让我觉得很好 因为呢 我觉得就连吃补药这件事情呢 不常常是受到这个紧张跟恐惧所驱测的行为 我会觉得像大方助教就曾经批评我一件事 他说老师啊 如果你是那种 每次 跟人有过身体的接触 就立刻冲去吞胜气丸的人 对方大家会觉得非常被侮辱吧 就是你把对方当什么东西啊 这话说的也很有道理 对不对 就是处于一个那种怕自己身体不好的那种紧张状态 那我有见过我的比我还要严重的朋友 觉得他是那种 就是每天都怀疑自己可能身体会不好 然后就立刻开始吞补药这样的吞补药 反正就学了上海论嘛 那么多补药可以吃 就这样一直吞一直吞 那可是我看到他 等到我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 你一 我们如果一整天就处在这种战战兢兢 怕东怕西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的话 补药的药性十之八九都被你的神经活动给消灭了呀 恐怕不会真的有效 我觉得我吃补药是到很最近才开始觉得真的有效的 怎么讲呢 就是我教庄子教庄子教到最近才开始觉得 有一点摸到说什么样叫做心理上能够放松 那当我心理上能够放松的时候 我就忽然发现 哎 消化不良忽然变凉了 吃补药忽然变得很补了 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不帮忙的话 光是靠补药称 像从前的我当然会说 哎呀少睡很多很累啊 吃小健冬汤友好啊 就是什么样的要弄到出国旅行啊 腰酸啊闪到腰啊吃肾气丸友好啊 当然都友好啦 可是不能够发挥那个药物的力量到淋漓尽致 要发挥那个药物的力量到淋漓尽致必须要心理上能够落落大方 就是真的不再受恐惧 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 就是很多事情就不再烦恼了啊 就是不再担心了 不要说怕事情会怎么样就就怎么样 就这些人都把它不要做 然后当我做到这样之后 有的时候发现 哎 如果当我处在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啊 光是 盘腿坐着 调缘呼吸 身体也会变好耶 而这个 就是说渐渐发觉说 原来人的心情 这个调和阴阳这件事情啊 其实占到非常重要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百分比 而相反的 当我自己这样子什么都不练啊 就是让 当我的心情已经处于这样的状况 随便坐一坐 觉得身体变好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哎 有些人打坐的时候要好像要什么 数着自己呼吸 然后每一个杂念都要赶出去 然后怎么样 要持咒什么样 然后要让自己不要心乱什么什么 那不是很绷紧吗 这样子真的坐着之后会补到吗 就是既然大家练功 到底就练什么功 或者吃不要就吃什么补 就如果你就是用那种紧张心情去做它的话 恐怕效果都会很糟啊 所以就是 讲在吃不要之前 就是这样子一种 心理活动 如果不能够 处理的好的话 我们的社会好像就永远是一个性感的人 支配不性感的人的社会啊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倾向 一直存在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其实 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啊 有一些不要不能解决的问题 像这个性感的 关于性感的人 故事主要今天提醒为什么 上礼拜我听 丁祝教跟同学在讲什么 白菜公子的故事 就白菜贵公子 说他们去餐厅 吃那个吃到饱的那个 算算锅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就有一个非常性感的男店员 然后每次就在问他们 要不要加菜 他们就中一班的同学 当然知道说菜不必吃那么多 对不对 可是因为那男店员太性感了 其实他们就每次那男店员走过 问他要不要加菜 他就说 好那你就加吧 然后就一直吃 然后就受到那个白菜公子的支配 然后就一直吃菜 一直吃菜 然后到最后终于 我们的丁祝叫鼓起勇气 叫他不要再给菜了 然后还觉得好像 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 就是 就是当我们还是那么的 受到性感能量支配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好像 大概多半都是属于这个恐惧的 控制之中 所以这是一个 说在吃不要之前的事情 然后呢 说到吃不要之后 我想 吃不要需要注意的状况 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吃回洋药的时候 也讲到一些了 对不对 就是不要 尤其是张仲敬的不要 多半都是比较温暖 温和的药 所以我们在吃补的期间 就不能够吃那些破坏补药的药性的食物 首先是 就是低于体温的饮料 我们大概都算了 那牛奶嘛 也蛮增加身体这个消化的负担的 其实你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吃了之后啊 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你最好少吃 对不对 要保持这个消化系统的轻松 然后呢 破解补药最强而有力的东西 目前的 目前的冠军是 我们认识人所吃过的冠军是 白菜 白萝卜 不是白菜 对不起 白萝卜 空心菜 跟有皮的绿豆 就你吃绿豆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绿豆皮很解药 绿豆是一个凡的父子 就绿豆皮也是通行十二斤 把所有的血气都洗掉的东西 那那个气就包括吃补药的药气 这样子 所以 绿豆皮跟空心菜的话 就是你如果吃到地黄祭的补药 吃了空心菜 整个人都闷倒 所以就很不舒服 难道果真是以物的形象来说吗 就吃空心的东西 心都要空掉了 那这个 这三个东西是确实对于补药是很有破解的药性的 那至于熟食之中呢 我想日本人都会说 凡是瓜类的东西都很寒凉 就是黄瓜什么瓜 其实冬瓜是清肺的 苦瓜是良心的 但是这不是说一定不能吃 但是你要有一点这样意识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 瓜自备的东西 即使是熟了 还是会有清火的效果 那清火就会洗到不要 所以这个也要知道一下 然后 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虚损是有包含这个 免疫力降低 肾脏功能不好 就是容易腰酸啦 小便不好啦 或者是容易过敏啦 或者是耳鸣脑鸣啦 就是 这一类的体质的人 吃补药的期间 请务必补充足够的类固醇 也就是鸡蛋黄啦 墨鱼啦 肥猪肉啦 这些东西都要吃够 就是 不是类固醇 吃东西吃的是胆固醇啦 就吃进去让它变成类固醇跟别的东西 就是胆固醇那些东西 一定要吃够 这样才有原料去修补你的这个这些系统啊 所以 这一点也是 非常要紧的 就是 肉类的东西可能要 就在你能够消化的范围里面 要吃够 当然也不是说 每天都去吃什么 烧肉吃到饱啊 因为基本上消化精力还是靠淀粉在打底的啦 就是说 淀粉多一些 但是 肉 肥的东西要多吃 其实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很喜欢吃肥的东西的呀 这个可是到了现在 好像越来越 越来越不爱吃了 像我 我去四川啊 吃他们那边烧的菜 觉得四川人烧的菜都比台湾人烧的菜前四倍 可是 就是 好像四川人没有比台湾人短命四倍啊 可是我们台湾人就动不动好像吃咸一点要死人一样啊 这个恐惧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那如果你去日本吃他们的拉面或者 梭巴乌龙面 那也是比台湾人的面 便宜很多的哦 所以那日本人怎么还比台湾人长寿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还有就是 四川人烧菜啊 那个随便炒个青菜 端上来油是这么厚的呀 吓死人的啊 就是 就是 我们台湾人就是要少油啊 少盐啊 低胆不蠢啊 那好可怜哦 就是 菜吃的让人觉得很虚啊 就是 没有食物的快感啊 这件事情也是 很讨厌 那至于说 水果类的当然是都不要吃了 那 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 会让气血运行不畅的水果 目前我所知道的可能是 苹果跟草莓是冠军吧 就吃了苹果跟草莓的话 气血的运行会有受阻碍的感觉 所以那 水果当然是尽量不要吃了啊 因为是比较冷的东西 所以 嗯 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 偶尔吃一吃也没关系啊 吃完之后就赶快吃里中汤 把它打回来啊 就是 就是自己 自己能够熬旧也就算了啊 就是 不要规定的那么严 规定的那么严的话 大家都守不住啊 就像现代人啊 减肥很少成功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那个 什么不吃啊 运动啊 撑不住 那不要说 现在人进补也很少成功啊 不给吃这些冰冷的东西啊 受不了 那你就还是吃 那自己知道怎么把它调回来啊 瓜果类的这种冷冷的东西 你吃完之后 吃桂枝汤也可以啊 就是稍微曲曲寒嘛 所以这些这些进补的时候需要留意的事情啊 我想 同学也要有个理解 当然了 同学是不是要照着做 我倒没有什么 很强力的意见 因为对我来讲啊 最大的折磨 是帮不相干的人看病 就是要跟他解释 这个不要吃 那个不要吃 他就说 不是这个很好吗 然后就想要吃肥点猪肉 这个难度全不是很高吗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什么都要一句话顶回来 我受不了 所以帮外面的人看病 我很难过 那学生的话 我都觉得 其实学生也不一定要听话 但是我就在教室里面 就常常会听到 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啊 我让你吃了不要之后啊 然后就 吃了蒸午餐啊 这个血压有降下来 然后我就去喝冰果汁 然后血压就爆生了 好好玩 然后我说 我应该吃蒸午餐 人变得有力气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吃了什么可乐 然后吃了刨冰 然后整个人虚的 比没有吃这些人还要虚 然后就是这样 有些惊悚小故事 就是他有吃有反省 自己知道在干什么 这样也就不错了 就是能够听到这种故事 我也就满意了 倒不是要你们 多么的服从权威 就是自己能够 对这整件事情 有一定的认识 然后能够面对事实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觉得 自己是中医的学习者啊 比外面的医生啊 要幸福太多了 你想想看 现在台湾的医生 中医生 他们就算是医术很好 临床上我想也是很挫败的吧 因为 开补肾药也不是那么难开的东西 虽然肾气完可能还有一点难度 但是一般什么八几天啊 什么营养货那些 只有吃油补那为什么不用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现在 现在医生他可能煮一个补肾汤 叫你回去吃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回去吃了之后 你也没有那么多饮食禁忌 虽然医生都会给你这样单子 就不要吃这些东西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现在的老百姓有多欢啊 对不对 就随便单子看看 就说啊没关系啊 就自己相信另外一套就好了 然后就这样子 把药性都解掉 然后就在那边 唉唉探探 那个医生也没什么 说他多有名 也没有把我看好 就在那边 就是我常常觉得说 就是在一个班上面 都是功课最烂的学生 都觉得老师教不好 那医病关系也是一样 最不听话的病人 最觉得医生烂子啊 都是这样子 就是互相 就是制造很多心结跟纷争啊 所以现在外面医生好可怜 就是台湾人虚寒底的那么多 虚老底的那么多 可是开药要让你吃了有效 真难 就像我有遇到一个人 他就是非常典型单纯的 贵枝父子汤症 就是一点点小事 就一身虚寒这样子 那不是很好医吗 对不对 他呢还特地到大陆看医生 然后医生把那个药做成那个真空包 煎好的药真空包 他怕坏 他把真空包结成冰块 运回台湾 继续放下冰箱 我想说补养药结成冰块 你解冻之后还有什么效果 就是能量已经没了啊 然后呢 他为了要帮助这个药有效 每天蔬果汁不断 就是补充维他命C增强抵抗力之类的 我觉得那大陆医生好冤哦 就是做了一堆药让那个台湾人 带回来浪费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 就是开业医生真可怜 大陆助教你是开业医生 你是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啊